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这一题是在判断 下面哪些是旋转变换 就是说给了数字 那怎么反过来去判断 那这里呢 我们就要回想一下 就是说旋转变换 旋转变换 旋转变换看到这个名词的时候 脑中大概可能就是要想出这些 相关的概念 它这个矩阵形式是怎样呢 第一行是10的结果 是cos sin 第二行是01的结果 负 sin cos 因为都是10跟01转完的结果 所以这个的长度都还是1 那这五个呢 我们可以很快的看一下 其实它的刚好都有设计过 每一个的长度 两行的长度都是1 所以保长呢 五个都有符合 那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它有没有保面积跟保方向 也就是看它的行列式值 要看它的行列式值 那行列式值如果等于1的话 就面积一样 等于负1 面积也一样 那等于负1的时候是旋转 那我们就很快来检查这几个 像第一个呢 第一个它是那个 这一个0这里是1 所以行列式是1 所以这个OK 这是旋转 那这里的话呢 25分之9 负25分之 要减掉25分之16 所以这是负的 负的25分之7 所以这不是 那第三个呢 这里是4分之3 跟加上4分之1 所以这1 所以这可以 那第四个的话呢 这里是正2分之1 这里是负2分之1 是0 看到0的时候注意一下 看到0表示怎样 其实这两行 这两行是一个平行的 平行方向 那这里呢 这是13 12 5的 这里是刚好是169分之 正14 然后这里再变成是169分之25 所以这里也是1 所以 这里答案就是 135 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 再来想一下 它如果135代表的是 怎样的 变换 以第一个例子来看的话 这个是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是旋转 如果要知道转几度 只要看这第一个就好了 我们看10转成多少 10转成0-1 10转成0-1 就表示它是怎么 表示它是转90度 顺转90度 就是-90度 那这个呢 第二个的话 10转到这个点 10转到 负2分之3跟负2分之1 所以10转完结果 然后它x比较大 所以它是应该是 大概这里 就会转到这边 那这里的话呢 就是180再加30 就是210度 就转210度 那第五个的话 那第五个的话 是转了 转了那个 转到第10 转到这个第二向线的点 s会负5 y是正 第二向线的点 如果你想要知道它是几度的话呢 那我们可能就要动用到计算机 动用计算机 我们来算这个反三角 我们想要去算那个反三角就是 这里cos 这里要切切degrees 然后我们这时候就是 负的12除13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 它是157.38 所以这大概是转了157.3度 然后就转了157.3度 所以这边里面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考法 就是说给了这个然后反推 那重点是要去检查这两个 那如果想要去看它转几度呢 先检查完之后只要看第一个 是看10到底转几度 才会到第一行这个向量 就可以了